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觉醒年代》之后 虽然也陆续出现了《我们的新时代》《光荣与梦想》等县礼剧 但热度口碑都难以与之匹敌 此次网传又一近东主演的县礼剧《功勋》即将上线 让观众们再次燃起了期待之心 究其原因 无非是看中了该剧豪华的演员阵容和优质的制作班底 据悉 《功勋》目前公布的演员全都是实力派 并没有选用流量明星 其中 备受大家期待的静东在剧中饰演的是图悠悠丈夫李延昭 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 静东本人的老干部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刚好和人物设定相契合 再加上他精湛的演技 相信能够为观众带来全新的惊喜 与静东搭档女主的是 三金影后 周迅 周迅将在剧中饰演图悠悠一角 这两位演技派的组合 让人不禁浮想联篇 期待他们能够演绎出原型那种互相扶持 相互激励的动人情感 除此之外 该剧中还有陈宝国 宋嘉伦以及西美娟三位国家一级演员助阵 如此顶配阵容 可谓是收拾保障 功勋 剧组不仅在演员方面下足了功夫 在幕后团队的选择上同样严格把关 该剧分为九个单元 每个单元都有相对应的导演 其中步伐指导过中国式关系的沈妍 指导过新术的杨阳等业内翘楚 而该剧的总导演郑小龙 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金牌制作人 他指导的《甄嬛传》 可谓是现象级大暴剧 《红高粮》 《北京人在纽约》 等作品也都口碑与收视齐飞 有了如此优质的班底保驾护航 功勋的品质可见一斑 当然 对于这部剧 观众们的期待中 也夹杂着一丝忧虑 有人认为 功勋选择以多个单元的形式 来讲述于敏 申纪兰 图幽幽 袁隆平等九位功勋人物的故事 虽然格局宏大 但难免会显得散乱 不如聚焦一个人物来得精彩 还有人担心 该剧会不会过于注重宣传异议 而忽视了艺术性的塑造 沦为流水仗势的叙事 对此 笔者以为不必过滤 从预告片来看 该剧无论是在视觉质感 还是叙事手法上 都颇具电影质感 将几位功勋人物的事迹 巧妙地串联在一起 颇有新意 再者 以郑小龙导演的功力 想必是有能力将这些 看似散乱的故事条理清晰地 呈现给观众的 况且 该剧请来的演员 都是业内公认的实力派 只要他们稳定发挥 再加上幕后团队的助力 即使在好聚遍地的当下 功勋 依旧有望脱颖而出 给观众带来惊喜 作为一部献礼剧 功勋 选择向多位为祖国 做出伟大贡献的功勋人物致敬 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他试图打破 以往主旋律作品的套路 以更加丰富多元的视角 来诠释伟大时代下的动人故事 无论最终呈现的效果如何 这种尝试本身就值得鼓励和期待 那么 作为观众的你 是否也在期待功勋的播出呢 你觉得这部剧最值得期待的看点是什么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想法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这部 《神仙打架》的献礼剧吧 接下来说 杨八首播 32级抗战大剧来袭 晋东 霍建华 杨子领衔 紧播一集 此戏虽说并无盛名 却值得隆重推荐 当年在看完 《战长沙》之后 心中感触颇多 于是又熬夜去刷了很多影评 看到一个影评中的一句话 非常喜欢 于是在这里引用一下 说到这部剧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名气 这部剧中都是新生代的年轻演员 却表现出了当年 无数热血青年 爱国志士身上的雄心壮志 让人热血沸腾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 这部剧似乎没有分出主角配角 更倾向于是 全项剧 的类型 而且 每个角色的身上都有非常完整的剧情线 那么接下来 咱们就来跟随这部剧的脚步 一同回到那个热血抗战年代吧 彼时正值1938年10月 日寇发起了进攻的号角 妄图吞噬我们的领土 武汉沦陷之后 他们继续南下 将魔爪伸向了长沙城 面对即将到来的命运 长沙城中的百姓人人自危 不少百姓都不得不离开九居的家乡 带着家人离开长沙城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际深远 这句话在茶园巷的胡家 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战争爆发之前 全家张北都在忙着为胡家的龙凤胎寻找退路 胡香香和胡小满 彼时也已经长大了 胡家孙女婿薛军山千方百计的为胡香香寻找退路 希望能够在这乱世之中 还有人能够全身心地护住他 于是便介绍了刘洋归来的军人顾清明 可是胡香香这个时候并没有明白家人的苦心 他生性活泼好动 与刚傲的顾清明刚一见面就杠了起来 这门亲事自然是不化而散 看着两人是 冤家 薛军山只能重新为胡香香物色夫婿 可就在这个时候 军统方面的高官却下密令火烧长沙城 却因为中间没有指挥好 那场大火烧了三天 战火也蔓延到这座千年古城了 各地的有志青年得知如今长沙的近况之后 纷纷站出来 来到长沙城 与敌人进行一场殊死搏斗 誓死捍卫长沙城 胡家的儿女也投身在此 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首壮烈的史诗 剧中饰演男主角顾清明的是霍建华 他从刚出场开始 就是一个热血的军人 一直以坚定的信仰奔赴在前线 他知道 自己绝对不能后退 因为如果自己后退的话 会有无数百姓遭殃 剧中的顾清明 虽然高傲 但是却有勇有谋 沉着冷静 这些性格特征都被霍建华演绎得很好 而饰演胡香香的是演员杨子 最近杨子主演的《长相思2》热播 让我们再次见证了他的抗拒能力和演技 《战长沙》中的胡香香刚开始演 是少女不知愁滋味的那种天真浪漫 从小被一家人宠着长大的 他对局势的认知并没有那么清晰 但是随着战火的蔓延 胡香香也逐渐成熟了过来 他树立了信仰 与无数有志青年一同奔赴在前线 成为了战地医院的一名护士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了战事做贡献 最终 他和顾清明走到了一起 杨子在这部剧中也表现出了应该有的水准 让人眼前一亮 其实剧中还有很多优秀的演员 只恨篇幅太短 无法将它们都介绍出来 也恨自己文笔不佳 没有办法将它们的雄心壮志全部表现出来 剧中最让人感动的就是那份真实 它完全站在相对公平的角度上 叙述了那段历史 没有为了剧情而可以给谁加戏 使得整部剧的条理非常清晰流畅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这部剧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